今天我先講一下它特別的地方是在它的材質 我們可能黑色材質看不出來 我來給大家看白色的材質 它的材質是面料本身有紋路的 而且它的紋路是立體的 所以你摸起來是有點立體感的紋路 這件上衣大家看一下 它的弓非常非常的細緻喔 袖子非常的美 一摺一摺又一摺 然後搭配網紗 厲害吧 然後呢 這個彈度非常好 一般有做提花蕾絲 通常都沒有什麼彈性 所以很多粉絲可能每次想買都不能穿 這一款呢 它是非常完美的款式 有提花又有網紗 卻是又有彈性 好不好 好來 最特別的就是剛剛有講是它的面料 摸起來是立體的紋路喔 所以整體的質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好來 然後呢你可以選擇微紮 或是不紮 然後這個啊 妞妞是因為都走比較休閒的路線 所以妞妞就是會穿牛仔褲 如果你本身呢 家裡有寬褲啊 也是可以搭配寬褲 非常非常的好看 這個材質真的很特別 這個材質應該在外面目前買不到 這是妞妞就是找到一個布 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看一下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一點立體協紋的 其實穿起來是舒服薄透的 那最厲害的剛剛妞妞有講 除了它的網紗之外 你看一下它的手袖是一折一折的封起來 所以這一件的工是非常非常的細 而且它真的不貴 好然後非常有造型感 這個其實蠻實穿的 然後黑色的網紗 它是做有一點點小喇叭 是有一點點微微的合影 然後如果正常放出來的長度 大概是介於屁股的中間 是正常的衣裳 所以這個啊 你可以搭窄裙 搭寬褲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是真的很美 好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白色好了 我想白色穿起來會非常的唯美 大家應該會非常的喜歡 這款黑白兩色都非常的厲害 白色穿起來應該會非常的美麗 好大家期待的白色來了 它整件都是有一點點彈度的 所以這一款呢 是可以穿到Enoma的 好那白色呢 這塊面料會有點微透喔 有沒有看到妞妞直接穿會有點微透 所以建議大家再加一個平口的白色小可愛在裡面就OK了 好白色穿起來非常的美 有沒有 有沒有 整體的感覺就是又有點 有沒有 又有仙女下凡的感覺 來白色的提花會比較明顯 這邊都是有彈性的 妞妞剛剛有說 一般的提花很少做彈性 所以很多粉絲都穿不下 白色你真的很喜歡 千萬不要怕透 因為妞妞說沒有不透的白色上衣 所以你加一個白色的平口 在裡面就完全沒有看到 譬如說會有黑黑的內衣 或是你穿淡粉色 因為白色真的不透 真的有點難 大家看一下袖子 它的袖子真的工非常非常細 它是一折一折一折的車過去的 然後搭配今年最流行的網紗 整件穿起來非常的舒適 有的提花可能會非常的小 非常的難穿或是卡卡的 但是這一件完全不會